二二年底的世界雨莲总决赛 他因为差点掀翻埃塞隆 而夜爆火进入大众的事业 一米七三的小个子也差点能够创造奇迹 21厘米的身高差距 成为了人们记录他最佳的标志 而他带着一手稳健的拉调 让一众好手遇见了都要被难缠到磨下一层皮 忽而得名魔王之称 细腻的往前加之极快的速度 配合一手离谱的防守 强大的体能加持下 有让人羡慕的挣扎能力 却为何被冠名四强全满贯选手 以至于到现在 只有一战超级一百赛事的越南公开赛冠军 大家好 欢迎来到赛事复盘 我是光颖 我们今天来看一场不一样的比赛 这是一场淘天仙斗和耐良钢工大之间的训练赛 几乎都是近距离的低视角 那么在这场气氛并没有那么紧张下的对抗 我们经常能通过罕见清晰的低视角 来窥探到耐怎样的打法思路 又将会解读到耐为何会四强全满贯 先来看比赛 然后分析 两人都先是各一个失误 淘分球耐钓鱼 淘就推到后场到位 然后反复推放将耐拉开到往前的后场的跑动 耐想摆脱控制头顶逼出转身 淘停顿回放逼出了破绽 耐切操弓 你淘子不愧为主啊 正赛赌边 现在赛也不忘赌边 你说这得是多喜欢赌边啊 其实两人作为队友啊 彼此之间那么熟悉 不可能不知道对方的弱点 淘也知道耐底线的薄弱 反复就是压住耐的底线 耐想通过停顿手法摆脱 结果出了失误 淘同样也是采用别的选手 针对于耐后场的战术 偷过场压住 加利低压不给上网 不过耐反出了淘子的头顶 正想让淘子打了框 继续通过推球 反复将耐压在两底线 完全不给摆脱 虽然是信任赛 耐并不想提速进行摆脱 但是从这个对抗上来看 不提速 对于后场疲软的问题 会被进一步的放大 偷一就是压两底线 耐这个钓鱼啊 就多少有弄点训练赛的独特味道了 淘倒是很积极 抓降点推球杀伤网 耐更多的还是想转向进网 逼输起球靠扁节奏下压 来带来压力 结合于将练推球来破坏注意力 钓鱼逼输高呼对起球强攻 逃停顿又骗了中心逼输破绽 就是这个对抗看呢 打看都有喜剧的成分 从这个低视角下 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耐非常喜欢猿王转进网 逼输对手高呼对起球 来通过各种变节奏变落点的下压 给对手带来防守压力 通过连续的进攻 来一点点尝试撕开对手的防守 甲东的接发还是转进网 抢弓被卸了一挡进网 结果自己不跑了 在大赛没比耐跑的再快的 这一步叫人情世故 依旧是回放进网逼出起球步道位 连贯射网逼达结果遭到逃反抽 训练赛结束 赛后是对耐凉刚的一段采访 内容是关于回顾与陶天训练赛的情况 但是内容就是夸赞了陶天打发很好看 假动作非常恍人 总之就是夸夸夸 扯得有点远了 让我们重新说回这个训练赛 耐多少有一点对老大哥的人情在里面 没有尽全力去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耐打发风格在这个低视角有了更清晰的感性 首先是往前依靠细腻的手法 无论是低手队的强硬回放进网 还是通过钓鱼等手法远往转进网 耐非常希望通过进网逼出起球 然后在后场自己通过提速的不断变节奏下压 来慢慢叠加进攻优势死海对手的防守 当然其实弱点也很明显 由于后场疲转 一旦被反复控到底线 一是没有强有力的办法实现摆脱 容易被控到死无法摆脱底线 二来就是呢 由于护场强攻能力的匮乏 耐只能通过疯狂的提速来进行摆脱 或者利用大范围提速跑动不位 来跟住调动再想办法 而这样的战术呢 无论是从进攻端的进往提速强攻 积累叠加优势 还是防守端的跟随摆脱 就需要大量的体能去作为支撑 而身高硬实力受到先天的限制 耐选择这样通过磨体能的战术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魔王支撑也就是这么来的 只不过是这样的打法实在是太好体能了 就算是耐体能惊人 一战赛事前面可以通过磨来一路进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四强 多轮的消耗之后 耐自己的身体消耗到达了几点 没有了这个体能作为支撑 这样的战术思路 将会是压垮比赛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耐两刚稳定进四强 却总是稳定倒在四强前后 成为四强大满贯的选手 当然耐作为稳定的四强守门员 其难缠程度大家有目共睹 无论是输是赢 其实也要从耐的战术打法上下手 首先耐进网细腻 B数起球是他战术上赖以生存的基石之一 少争斗进网绝对没啥错 就算是想做也不要死斗 压力及打及时抛高到位 来针对耐后场平软的弱点 这就说到第二条的针对手段 控死底线不给摆脱 无论是淘天在这个训练赛 所展现出来的控制两底线 还是这段时间国际大赛 大家对耐针对向的战术 都有这个控制两底线不给上网 甚至还有从发球阶段就开始偷后场 直接把耐压死在底线 简单粗暴 后场疲软这个问题 跟耐先天身体条件劣势有很大关系 这个问题一时半会也无法解决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控制底线就会非常有效果 那控制底线就会逼得耐一直摆脱 这个时候就要做好第三点 抓摆脱 通过耐跟安赛龙的比赛 就可以看出来耐的防守其实非常顽强 很难一旁直接打死 但是当调动耐反复处于摆脱之中 站位被拉开 注意力被分散 抓摆脱就可以保证在最好的进攻消耗下 打出击穿奈最节省体能的进攻 而不是一味的消耗体能强攻 好了 这就是本期赛事复盘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长按钮再来支持我一下 如果想要观看其他更多的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莹 我们下期再见